哈嘍各位好欢迎来到安迪的游戏频道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文明 也就是我们第六个苏丹崛起的新文明 日本哦在万圣节这个时候公布了 也是马不停蹄 回来旅游结束之后做完了龙骑士团 马上紧接着我们就有日本可以看 这一次介绍完之后呢 应该就是DLC全部的文明了 就期待一下这个之后说文明上线的感受 那今天就先来看一下日本这个阵营 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吧 好了那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次的美术概念图 你可以看到这次日本的概念图上 主题就是一个女武者 这次新增单位中确实也有一个女武者的单位 不过拿的不是剃刀 那我们后面会介绍 你也可以看到后面还是有日本武士啊 这毕竟还是日本的一个最主要的象征 那后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骑士单位 上面也都是穿着这个武士盔甲的 这就是这个日本的美术概念图 就来看一下日本这个文明的特色是什么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讲 因为这整个系列 这应该会是现在介绍文明的最后一集了 还是要讲就是之前这个所有的原文翻译 都是我自己造字面翻 或者是我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文献 我可以利用这文献中的名称去取名 他的不会是最后官方正式的名称 有一些翻译确实我也觉得不是很适合 但那个是我自己的翻译 最主要还是让各位去认识这些文明 究竟有什么样的机制跟单位 我觉得不用太纠结那个名称到底是怎么取的 还是要讲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他们的内测 我也没去联系那个微软啦 反正总之总总原因 我没有参加 我就是根据官方公布的资讯 我跟各方搜集来的一些情报 把我知道的告诉各位 那当然你想补充我也没什么意见 那就这样就来看一下日本的特色吧 那日本呢当然也是苏丹崛体中扩展包中的新文明 你必须得买DLC才可以使用 那再来的话 这是日本呢有引入了新的大明系统 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比较新的机制 简单说他就是可以让你赤刃中心升级 生成这个行星药 不是生成这个大明庄园 还有幕府城堡 他是依序升级的 这应该不是两条线 因为我看他叙述应该是 先升级大明庄园 然后最终升级成幕府城堡 所以他应该是一系列升上去 所以他可以升两个阶段 最早市政中心应该跟一般文明一样 那至于升级到多少费用 目前也不得而知 不过他有提到了 最终升级成幕府城堡 他具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而且同时可以加成附近的农场 也是说日本如果打单TC 目前这个看起来应该是蛮可行的方案 而且他可以去造市政中心 在一些危险的位置 然后生成行星 不是幕府城堡 就会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再来呢提升大明等级 就是可以解锁这个 Samurai Banderman 应该是叫这个名称 所谓提升大明等级就这个 将市政中心升级成大明庄园 可以解锁这个新的单位 这个骑士武士 可以帮附近的单位增加战斗加成 同时他们也有这次独特的忍者单位 卫装成对方的村民 然后做敌后破坏 这边下面也是稍微帮各位整理了一个 简单的小日本故事 不是小日本故事啊 小小的赤本故事 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看一下这个帝王时代概念图啊 画面 这张图我记得之前公布日本的时候好像就有类似的图 还是同一张 可能是同一张 这边的单位各位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知道各位会对这个日本骑士为什么会拿这个盾牌相当的有意见 这个我只能说以我个人开发游戏的经验来讲 这个大多的原因是因为为了要有单位的辨识度问题 就是他要让这个单位可以一眼辨认出来 所以会做一些这种决定 可能 maybe不是那么常见会拿中盾牌或怎么样的 但其实坦白说我这人玩游戏就是专注他的内容 你说这个历史真实性我觉得不要背离太远 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差异我还能接受 当然有人会觉得说这不行啊 这世纪帝国的历史游戏就应该忠于这个历史的呈现 那也没关系好不好 个人的意见 你有你的看法 我也有我的看法 大家有大家的看法 只是跟各位讲一下 他会这样设计 我自己的推断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些单位辨识度的问题 所以才会做这样的一个做法吧 那请供各位参考吧 好再来看一下哦 日本从第一个时代就开始有多功能性的建筑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风格 因为日本呢 他现在会有很多复合建筑的一个设计 这些建筑为早期战略提供了独特的选择 而且非常擅长快速生产渔船 这边有提到这件事情 代表日本应该是擅长打海图的文明 而且日本擅长打海图可能不意外啦 就日本这个文明在二代也是对海有加成 可能日本在四代也会是保留这个特性 他海图究竟会多强不知道 但他这边有提到快速生产渔船 不可能就是渔船特别快 但其他船舰没有加成 然后我们就之后看看海图的表现吧 他们专注于渔这个市政中心的大明支持区域经济 就是升级那个大明啊 把市政中心升上去之后 升成大明庄园 旁边的农田就可以获得加成 然后可以提到这个Samurai Benamon的东西啊 同时要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 他里面有两种武士 Samurai Benamon我自己推断 他应该是武士后面有插旗之类的 反正他提到的功能就是 他可以加成附近步兵跟骑兵的攻击能力 比较像是辅助的单位 不过Benamon其实我有查到他是封城的意思 但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像是有 插旗的这种武士的感觉 因为比较像是有鼓舞的感觉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武士哦 就是Samurai 不是Benamon 那如果是Samurai的话呢 就拥有间歇性阻挡攻击的能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有一个技能是被动 可以免疫一次伤害 而且CD转好又可以再挡一次 这是武士他自带的特性 不过这里我不太确定 因为他只有在这边提到说 他升级成大名庄园之后 可以生产骑士武士 至于武士是不是取代装甲步兵 还是一样从这个大名庄园生产的 这个我就不太确定 总之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武士哦 好啦新单位的介绍 但我要讲这个新单位的介绍 并不是真的全部的单位 那日本还有很多新的单位 他没有在这次的官方公布里面去公布 你可以看到前面那里有一个帝王时代那个示意图那边 你可以看到那里面其实有一些新的单位 会等一下你都没看过的 没有公布 官方是想要藏到最后一刻啦 第一个看到就是忍者 从甲赫亭地标中生成 那这个地标在封建时代就可以造了 他是一个轻型的近战步兵 右边这里哦 忍者的风格 都应该非常的熟悉 好吧 他可以卫装成敌方村民做敌后破坏 而且他提到的是破坏敌方建筑 至于怎么破坏用什么技能不知道 反正他有提到是破坏建筑的部分 在他卫装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机制呢 敌人看的话是自己的颜色跟自己的村民 那你自己变成对方的村民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是对方的颜色 那你可以操控他 对方不能直接右键攻击他这个卫装的村民 所以他混进村民堆里面确实是很难发现 不过他既然是混入的 如果你直直的走到对方的伐木区 还是农场什么的 我相信你在玩的过程中应该蛮容易发现 因为那个行为非常的奇怪 所以他有一个技能就是烟雾弹 烟雾弹是什么 就是瞬移的技能啦 他那会CD多久我不知道 但总之他有提到 他用烟雾弹可以重新出现在新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树林后面直接顺进去 那有可能他的烟雾是跑在原地 然后跑到新的位置 有可能顺进去之后 你真的有点难发现那个村民在 村民是卫装的 这我不太确定 那我能确定的是 忍者是非常消耗操作力的一个单位 在高手手上他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讨厌的新单位啦 那至于一般玩家能不能驾驭他 我这边是打了一个问号 就连我都不太觉得 这东西我会爱用 那再来看到是这一次比较 特色的日本新单位吧 红纳不小女武者 这单位非常特殊哦 他拿的是弓箭 而且他是一个马弓 弓骑兵 拥有高伤害 机动性跟更远的武器射程 擅长对付重甲单位 这我们之前有曾经提过 而且他是取代弩手哦 这要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日本是没有步行弩手的 他的弩手被女武者给取代掉 定位是马弓 这代表什么嘞 我不管他造价多少 这我们先不提 假设他可以量产到一个数量 那你是出金马或者是装布这种单位 他可以瞬间摧毁掉你的重甲单位 当然他不可能是一两只就可以把你枕头杀掉 没有那么强啊 那我们假设他有五只好的 假如五只的弓骑 回升就能射死一只骑士 或者装布 他的强度就存在那边 因为他可以风筝对手 而且你打完之后 他又是马弓 他可以快速的跑到你的家里 去骚扰你的经济 摧毁你的经济 这个欧娜不想 我自己觉得在城堡时代 应该会是一个关键单位 因为弩手也是城堡时代的单位嘛 所以女武者应该也是城堡时代出来的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操纵性应该会非常的厉害 不管是伤害还是可用性上都会非常高 我觉得这个单位如果巨堆的话会非常可怕 可能会比现在的各个文明的马弓都还要更难缠 伤害他看起来就是非常高 所以这个女武者可以关注一下 我相信日本之后在城堡时代 女武者的战术可能会相当的主流 再来看到这一个单位也是新的 右边这边都有一个示意图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手持这个大炮 叫大同 你只要看到这种火药单位都是在帝王时代 所以这是帝王时代的一个单位 配备手持的加农炮重型的远程火药单位 大同的话擅长围攻对方的建筑物 这东西打建筑物也有加成 那根据这个国外的资料来看 这东西在打部队上也是有奇效的 他很类似中国那个直弹兵是不是 那个感觉不过他范围应该更大 而且他打单位也有一定的杀伤能力 并且也可以摧毁对方的建筑物 对建筑也有额外加成 这单位的造价多少不太清楚 不过他是从地标生成的 所以你要造这个单位 你在帝王时代得选这个地标 那至于地标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提一下 那我们就立刻来看一下各时代的地标吧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在黑暗时代 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些展示图 右边这个是Forge熔炉 也是复合式的一个建筑 日本这次就是主打他复合式的一些经济建筑 农舍跟融 那农舍呢可以当做魔方 也可以当做房屋 这边可以看到哦 他可以当做房屋使用 也就是说日本的房屋 你本来房屋在游戏里面就造很多嘛 那我不知道他站 他可以支持几个人口 有可能是就10 也有可能是20 或15 不再确定 但我想他如果是复合的话 他的房屋理论上应该成本会再稍微高一点 可以当魔方 官方这边建议哦 这不是我讲的 官方建议说你应该造在僵果丛旁边 以备你羊枝不足的时候可以去使用 毕竟就跟那个 德里苏丹那种很像啦 就是盖在果树旁边 你可以先吃羊 如果羊不够你还可以吃果树 那我觉得农舍还有一个好用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盖在各种鹿群旁边 鹿不是跑来跑去吗 你的房舍你也可以盖来盖去 所以你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行走距离 可以增加这个采集的效益哦 这是龙色的一个特性那当然他也可以造农田 因为他是魔方 照在旁边你也可以直接做采收的 那再来看到就是熔炉哦 熔炉这边有提到他可以作为采矿营地 也可以作为铁匠布来使用 也就是说你要采矿的话呢 你直接造这个熔炉就可以了 而且他同时提供铁匠布的一个效果 这边最重要是包含一个黑暗时代 可以用的一个额外一层的近战伤害科技 所以他在黑暗时代你可以研发一弓哦 如果你要在前期遭受劫掠的话 你这一弓会救了你哦 不管是早期的蒙古的塔推 还是一些文明可以早期做黑暗进攻的 像是英格兰 早期装布的一个进攻 你都可以用这个日本的黑暗时代 你就有铁匠布科技 你可以去升这个一点的近战攻击 去让你黑暗时代比较好度过这个劫掠的时刻哦 再来封建时代呢 玩家可以在军事跟经济地标中选择咯 那右边这里看到的这个是地标 不是什么古藏之类的 他不是一个一般性建筑 他是一个地标 倉 我就翻译叫倉就好了 应该就是一个 倉 呵呵 不知道怎么讲 好不好 那刚才有提到这个贾赫亭嘛 贾赫亭的话你选择就可以生产忍者 我们这边就不再不再做额外介绍了 我们刚才已经提过忍者的效果 那如果你选择 就是倉你选择这个地标呢 就是玩经济的玩法 而且这东西我觉得应该会是比较主流的选择 因为他除了可以当通用的资源储存点之外呢 他可以在旁边生成免费农田哦 看一下这是免费农田哦 你要看一下这东西有几片田哦 总共12片田哦 如果没有减免的文明 一片田要75木 12片田你可以直接赚900木 非常多的资源 四代的资源是1比1比1比1的 每个资源都是1比1 所以 900木 非常多 我觉得 这应该会是大多数玩家的选择 应该没什么意外啦 而且你只需要派村民上去 他农田都帮你建好了 非常强力的一个经济建筑 那再来看到第三时代哦 第三时代的话就可以从这个鸟居 跟这个优质神社去做挑选 因为他叫The Temple of Quality 我也不太清楚要怎么翻 我就叫他优质神社 那鸟居 这之前也有曾经看过的 可以解锁 鸟居的话可以解锁神道祭司 那优质神社可以解锁佛教僧侣 这两个不同的单位 第一个鸟居是解锁神道祭司 那可以在建筑中放置名为平代的一个圣物 Yori Shiro的一个圣物 一个日本比较自己独特的一个宗教的东西 就要平代 放在建筑中就可以获得特殊的奖励 他应该会比较像是神罗的那个感觉 就是你可以放在建筑物里面 让他获得额外的效果 至于什么效果也不得而知 之后看看 佛教僧侣就比较有意思了 他是可以削弱敌人的伤害输出 我目前看到的情况 他可能是针对单体 所以他面对精锐的效果 看起来是不错的 可是如果他面对的是一群杂鱼 像是玛丽那种文明的话 他可能就普普通通 那如果面对这次一起推出的龙骑士团 佛教僧侣侣是可以针对单体敌人 做一个伤害输出的减免 所以这个打精锐单位 应该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案 我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两个地标 并到最后一个帝王时代呢 你就可以从贸易或者是火药武器间做选择 第一个是乌鸦之城 The Castle of the Crown 就是这样翻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原本到底叫什么东西 总之他可以当作城堡 看到了吗 可以当作城堡就是大型箭塔啦 Keep当作大型箭塔使用 而且他可以生成一个特殊的单位叫做宝藏商队 这个宝藏商队呢 不是一般的商人 他们可以穿过陆地或水域 可以在任何贸易战进行贸易 那听起来有点有点意思 感觉是可以穿路穿水 那至于他没有其他能力 我觉得如果光这个地形穿越能力 而已的话 这个商队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用 毕竟你要知道这个地标在帝王时代才可以造 如果在帝王时代造出来才可以升这个商队 他必须要短时间内可以获益 所以他应该还有额外的能力 至于什么 目前也是不知道的 另一个呢就是这个 種子岛枪将的一个地标 他可以生成火药单位 大统就是从这个地标生出来 就是右边这里 就是我们的种子岛枪将的一个地标 同时呢 他也是可以生成火药单位啦 所以像火枪兵啊火炮等等的 右边这边可以看到 都是可以生产的 也不用担心 这个建筑除了是可以生特殊单位之外呢 也可以生一般的火药单位 会让你在后期的时候有不错的战斗力的补充啊 最后帮各位总结一下我对日本的一个看法 那我觉得这个文明呢 应该是 蛮多风格的啊 感觉也不是说什么经济特化啊 或是什么精锐特化啊 我觉得他应该什么都可以打 因为他的地标选择真的差异蛮大的 从一开始这个复合式的经济建筑 然后像防射 他可以大幅减少资源距离 又可以取代魔方 又可以取代这个防射 对就两个效果都有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成本去达到两个建设效果 私人中心呢 又可以升级防御跟经济的效率 就可以生成要塞 你在防守上 又可以稍微的不用那么费神 他的私人中心 应该有一定的防守能力 在呢 封建时代 如果你对忍者操作上是比较有担心的 你可以选择仓这个地标 我觉得这应该也会是之后日本的地标首选 如果他没改的话 这个仓可以直接免费给你升农田 我觉得经济应该会非常的好 尤其日本 他在市政中心旁边 可以提升农田的效益 也就是仓你如果盖在市政中心旁边 他或许应该是能吃到 市政中心生成大名庄园的效果 就可以相辅相成 让你的经济更上一层楼 那再来的话 帝王时代刚才有提到那个保障商队 所以保障在帝王时代 或许会变成是一个选择 而且会是一个唯一在帝王时代 在开始跑商的文明 或许还能有搞头的一个全新体验 大同单位这个东西据说是蛮有奇效的 那我也是听那个内侧的一些创作者讲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只是听说是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总总结呢 日本应该是多变风格啦 他要打什么都可以打 经济为超需求的战术都可以办到 并且擅长海图 所以到时候遇到日本 他的海图究竟有能多大的优势 就拭目以待吧 好啦那今天的头影片 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了 DLC六个文明 我应该全部都帮各位介绍完了 之后不会再蹦出第七个才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期待 DLC上线的日子 等这个六个文明上线之后呢 我们会有很多的 新的对战内容可以看 新的开局流程 到时候也请各位喜欢四代的看到这边 也都帮各位都 完完整整更新的六个文明介绍了 不要吝啬的可以点下一个喜欢 留言支持一下 你有欲的记得真的可以超级留言 或加入会员来 让我持续的制作这个四代的节目啊 因为个人 当然是喜欢这个四代的 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上天梯打 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这些东西 搜集了很多资料 看了很多资讯 帮各位整理很多的新情报 我也希望这个节目可以有一定的观看量 有维持稳定的观众 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啦 就希望各位可以多多支持这些四代的节目 最近可能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在等这个新的DLC上市了 对战我还是会再继续出的啦 就恢复这个正常的更新 而且不要忘记了我们年底的时候 应该是有那个EGC的比赛 那个时候DLC有可能会上线 所以到时候或许我们会直接看比赛 就可以看到那个新的文明的博弈 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赛应该是官方 为了要宣传他们新的文明做的一个比赛 到时候应该还是会跟一下那个比赛哦 好啦说那么多 记得支持好不好 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带到这边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期待下次更多是一帝国4的相关节目 感谢各位 目前六个文明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期待更多的消息推出 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